哈喽大家好 本期内容阿喵将给大家介绍万人血书的动态跟踪功能 动态跟踪搭配丰富的喵影特效资源 轻松实现3D标注 航拍跟踪 动态捕捉 目标跟随 一键打马 鬼畜换脸等等效果 重点是超级简单哦 阿喵马上为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将准备好的素材拖拽到视频轨道上 点击快捷栏上的运动跟踪按钮 这时预览窗口会多了一个目标跟踪框 我们可以任意调整跟踪区域 然后在左边属性面板上点击开始跟踪 可以发现喵影就会自动记录跟踪点的相关参数 目标跟踪完成后 我们可以利用喵影为我们提供的 特效资源素材 将其拖拽到轨道上 并调节素材的大小及位置 在这里要讲一下 如果素材的时长不够了 我们还可以利用冻结真功能 并调整至整个视频的时长即可 最后只需将刚才跟踪后的素材选择绑定到相应的素材文件 没错 我们还可以从本地导入自己的个性素材 得到全新效果 为了不影响预览效果 记得把目标跟踪框隐藏哦 OK 让我们一起看看效果吧 如果同个背景画面中 有多个目标要跟踪 可以多复制几层背景素材 每个背景素材对应绑定一个素材即可 跟踪方法也是一样的 快去举一反三吧 制作出更多好玩的视频 好的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